最有意思的是 郭松涛和习俱瑜 这两个最早接触西方的人 都把议会叫做相声房 是吧 就是里头有专门有一批那种 敢于说真话的人 是吧 为民请命的人 是吧 从道不从军的人 是吧 就是敢说自己的话 为老百姓 为民请命 而不在乎皇帝的权威 独立于权利来维护道统的 是吧 可是这样的人 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吧 可是他跑到英国说 英国专门有一个 相声呆的地方 叫做相声房 是吧 他说这个相声公义正式 国王对他们很尊重 是吧 顺从民怨 说这个英国这个国家 国政一公之臣民 其军不以为师 是吧 英国的政治 是大家的政治 不是皇上能够垄断的 是吧 说英国是民主选举的国家 是吧 所用必皆贤能 西方这个社会啊 是法治社会 用他的话讲 叫做公理日生 是吧 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是吧 不是一个谁的权力大 谁就可以如何如何的 是吧 郭松涛当时他的 对民主制度的钦佩 是很明显的 是吧 他说民主选举 选举出来的 所用必皆贤能 而且还说 民主选举 就是按照老百姓的意志 朝廷之爱政 无所思 是吧 你朝廷喜欢不喜欢 并不重要 关键是老百姓喜欢 是吧 朝廷之爱政 无所思 臣民一有不切 则不得安其位 是吧 老百姓如果不高兴 你这个官就当不下去 是吧 至于朝廷喜欢不喜欢你 那不重要 是吧 所以他说这样 这个国家 怎么能搞得不好呢 是吧 他说 英国是两党制的 他说两党制很好 是吧 他说朝野两党 推究辩驳 以定是非 国以各以所见 相持争胜 而因继之以平 是吧 有两党 各自说各自的道理 是吧 兼听则明 所以英国的政策 都是 还是不错的 是吧 英国这个国家 还有言论自由 他也注意到 是吧 说是英国人呢 直言及论 无所忌讳 数人上述 皆与仇达 是吧 说这个 不管是什么人 你人为言轻也行 是吧 你可以 那个那个 坦率的 表达你的见解 是吧 而且都可以 起到作用 你可以看到 郭松涛的确对英国的这个 感觉是非常之好 是吧 而且认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是吧 但是 郭松涛对英国印象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他 抛弃了 儒家文明呢 是不是因为他 接受了所谓 英国人的价值观呢 不是的 是吧 其实他没有什么变化 他还是个儒家 还是个世代夫 世代夫看 觉得这是好东西 英国人看 也觉得这是好东西 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说明了 那的确是有所谓的 普世价值的 是吧 就是不管是从东方人的角度 还是西方人的角度 的确有些东西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徐济瑜要比郭松涛要早一代 是吧 郭松涛是七十年代 到 到欧洲去的 而徐济瑜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人 是吧 鸦片战争 炮火刚熄 他就在1844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的 之后仅仅四年 那个时候中国人讲船舰炮 历子都没有几个人 是吧 他就写了一本 《迎环之略》 这本书啊 在中国的影响不大 但是在日本的影响很大 是吧 《明治维新》的时候 这本书在日本曾经重映过好多次 是吧 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1844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刚刚打过的时候 徐济瑜就对 西方的这些 政治制度 所谓的民主共和 表示了高度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赞扬 是吧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对英国的评价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他对美国的评价 要比英国高 这就很有意思了 是吧 因为当时的美国可不是 可不是20世纪的美国 是吧 美国的强大主要是 19世纪末和20世纪才强大起来的 是吧 尤其是在对外军事上 美国在1840年代 其实是默默无闻的 是吧 美国那个时候盛行的是所谓的门罗主义 就是我只管西半球的事 是吧 那个其他的事 我不管 是吧 我们知道美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国 那是在1899年的美西战争 他打败了西班牙以后 是吧 那么在1844年美国成为强国 之前半个世纪 徐继瑜就对美国有这样的称赞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他称赞英国 你可以说是英国把中国打败了 可是美国当时并没有跟中国打过仗 是吧 但是他对美国的印象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共和制 而英国还是君主立宪的 所以啊 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有个想法 我说啊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没有走 中国晚清没有搞成君主立宪 结果搞成共和了 这个东西恐怕不是偶然的 是吧 恐怕不见得是因为什么晚清的人太激进了 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其实啊 中国之所以不搞君主立宪而搞共和 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所谓天下为公这种概念是 是有关的 是吧 那么 徐继瑜对美国的印象 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一点 是吧 徐继瑜说 美利坚和中国以为国 这里我要讲 我们现在把 United States 叫做和中国 这个词的起源 就是徐继瑜的这本书 是吧 徐继瑜说 呃 美利坚和中国以为国 这就有了美利坚和中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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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 是吧 那么呃 米利坚和中国以为国 福源万里 不是王侯之好 之后 不寻四级之归 大家知道这是和英国不同的 是吧 英国后来还是有王侯的 是吧 公系富之功认 创古今未有之局 一和其业 太息古今人物 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斋 他说华盛顿真伟大 比英国的君主要伟大多了 是吧 因为他啊 有那么大的功劳 但是他不搞世袭制 是吧 他搞公天下 不搞家天下 是吧 这个推举之法 给予天下为公 亲信获得三代之一眼 是吧 然后他说 美国其他地方 也是很不错的 是吧 他认为 共和制的美国 要比君主立宪的英国 更接近于所谓的 三代之一 是吧 所谓的天下为公 而且这些人都清楚的看到 西洋之可贵 不是因为国家 有多么强大 多么富有 而是他们的老百姓 有多么富有 是吧 郭松涛讲的这句话 我觉得即使放到今天 都没有过时 是吧 郭松涛说 岂有北姓困穷 而国家自求富强之力 是吧 老北姓都很穷 你把国库搞得那么账满 有什么好处啊 是吧 这个这个 金言富强者 一视为国家本纪 与北姓无语 亦不知西洋之父 专在民 不在国家也 是吧 西方富 他是把老百姓给弄富了 是吧 不是把国家的国库 给弄得有多富 是吧 你会发现这些人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强调 西方的可贵之处 是对老百姓好 是吧 甚至他们还发展到 这样的地步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啊 如果国家对老百姓不好 那么你的兵越强 越糟糕 是吧 富国强兵 假如你是一个不人道的国家 你还不如不强 谭思东接下来才又说啊 他说我们中国啊 现在是没有什么人把中国人当人的 是吧 这个西方人 看不起中国 关键是中国的皇上 更看不起中国人 是吧 他说啊 天下为君主 难度中之私产 其是华人之身家 曾弄俱之不弱 之不弱 五愿华人 勿服梦梦谬以为 同类也 夫自西人士之 则找其为二义 他说现在的西方舆论啊 普遍把中国描述的 是吧 是一个皇上为所欲为 不把中国人当人的国家 所以现在有些洋人说 是吧 说我们侵略中国 是要解放中国人 是吧 是要把中国人从皇权中 解放出来 是吧 他说 故俄报有云 华人苦到尽头处者 不下塑造 我当灭其朝 而救其民 是吧 凡欧美诸国 无不为誓言 皆将其 仗义之美民 应以余裂其资产 从最后面这句话中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吧 其实谭词同是知道 民主制度 是对自己的人民好 你可以看到谭词同的逻辑 非常之简单 因为洋人在对外关系上 他也是支持的 所以民主制度 我们不但要搞 而且我们一定要自己搞 是吧 可是我们有些人 那个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 是吧 因为洋人的民主 是有利于 他们的人民的 所以我们为了反抗 洋人 我们就坚决不搞民主 我们就坚决要欺负我们自己的人民 是吧 我们用欺负自己的人民来显示我们 与外国不同 是吧 来显示我们的所谓的爱国 是吧 这种爱国就是慈禧太后的爱国 是吧 慈禧太后的爱国和谭词同的爱国 都是爱国 但是这两个爱国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 是吧 民主制度有利于本国人民 所以我们的爱国就要为我们本国的人民谋幸福 所以我们要搞民主 而且我们要自己搞 是吧 不能等外国来借民主的名义来 来管我们的事 是吧 可是这个 可是这个这个另外一些人 像慈禧太后就说 是吧 说西方人正在侵略我们 所以西方人搞的我们就不能搞 是吧 西方人民主对他们的人民有利 是吧 那我们就绝对不能搞民主 因为我们不想对我们的人民有利 是吧 这就叫爱国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谭词同讲了那么多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他的最后这一句话 华人不至为之 其货可胜盐灾 是吧 他说我们国家本来在军事上就已经至于弱势 是吧 如果你又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你又是个专制国家 你连道义的制高点都被人占了 那你不是更可怜了吗 是吧 所以他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不但要搞民主 而且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是个弱国 所以我们才尤其要搞民主 是吧 那么因此你可以看到 这些人呢 是吧 清末的这些士大夫啊 他们看到西方的感想 与明代的士大夫看到满族人的感想 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满族人尽管武力强大 我们也可以说类似于全权泡利吧 但是他们在满族人那里并没有看到什么仁义道德 而在西方 他们看到了 而且很自然的产生了向往 是吧 这里我要讲这种向往并不妨碍他们爱国 并不妨碍他们在国家利益这方面抵抗西方的侵略 但是在价值观上 他们当时想的并不是什么西儒对立 西儒冲突 更不是什么西学导致礼崩乐坏 是吧 相反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有道德根基的 并且因此主张引进西学来排斥所谓的大道与相怨 消除礼崩乐坏 以解救 儒家文明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而不能有少数人说了算 中国的民主制度最后证明是成功的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给世界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 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时也给世界的发展 给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 带来了重要的机遇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也包括民主制度 是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做出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广大中国人民呢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 受益者 那么也是维护者 对自己的民主制度高度认同 那么也是坚决拥护 对我们自己的制度也充满了信心 很多人 是吧 他们在朝堂上讲的那些话 你是不能把它当真的